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和朴城web俱乐部 为大家提供的PHP视频教程 我是主讲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来看第17章 多用户留言系统8.500布置作业 那么这节课呢 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要做的了 我们把后面还有很一些 就是其他的功能 但是这些功能呢 都会都是重复的以前的知识 我们就留给大家作为作业去完成 那么有这么多啊 这么多是我刚刚稍微去浏览了一遍 然后看看有这些功能没有实现 有给大家去自己去实现 我们边升级一下 边来看一下这些功能在哪里 8.4 再录进来 好 进来了之后我们把它打开 8.5 哪些功能呢 首先我们的上一节课的有个小例子 有个问题啊 你你现在不是管理员 这边也取消精华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把这个修修正过来啊 在 在这个地方对吧 好 这个地方呢 你其实要还要多做一句 好 还要多做一句什么呢 如果管理员存在的话 你才能显示 好 那就不显示了 你必须是管理员登录 然后点一下 这样的时候 这边才会有取消精华 设置精华 OK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 还有哪些完成帖子的删除功能 我们现在是管理员登录 这边没有删除 删除的时候 回帖是可以删除掉的 对不对 回帖也有删除和修改 这个给大家自己完成 然后呢 如果是删除主题的话 这边再多一个删除的话 你还要将回帖全部在数据库里清空 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不能让数据冗余 对不对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完成会员删除的功能 删除修改的功能 好 我现在呢 点击它的后台 会员列表 这边没有删除 一点 没有删除修改 这边都没做 有要把这个功能给实现了 把这个功能给实现了 然后 如果说 比如说 其中一个 一个会员删除掉了 比如说这个 尼克罗宾这个会员删除掉了 删除掉了之后呢 你这边还有帖子 该怎么办呢 你这边就写 这个用户已被删除 这个用户也被删除 就是这边邮件也会写 这个用户已被删除 已被删除 就是说 你不能说这边删除掉了 这边就就读不出数据 读不出数据 有会会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会出错 或者就是为空 对吧 所以你还要做个判断 一般来说是在这里的 提取用户信息 全部附进去 但是如果这些信息不存在呢 它就否则 这个用户被删除 你在这里写 在这里写 在这里写什么呢 把那些数据再填充进去 然后全部填充 这个用户也被删除 就行了 好 那么这是第二个 会员积分功能 你在表里面 再创建一个字段 积分 在下面再显示 这个人的积分是多少 然后你可以规定一下 发一个主题 给它加三个积分 而回一个帖子 给它加一个积分 就这么去来 这么去来 好 这样子是可以的 好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你可以去参考一些大的论坛 去看看他们的功能 然后自行完成 这是积分的完成 完成会员IP显示和登录信息 我们做登录的时候呢 其实是有把最近的信息登录 最近的IP登录进去 最好的时候登录的时候 再出现个界面 出现你上一次的登录信息 先查找你上一次登录信息 显示出来 然后呢 再把这一次的写显示进去 就可以了 就这么一个功能 完成会员删除后帖子的显示方案 这刚才说过了 禁止解禁会员发帖 什么意思呢 当一个会员 比如说经常发一些无聊的帖子 你就把它给这边做一个东西 如果是管理员登录的话 这边就会有一个框 就是说点一下 禁止 禁止 禁止它发帖 对不对 它就不能发帖了 它只能重新注册给会员再发帖 那么还有解禁的功能 就是从后台解禁 通过后台再做一个栏目 做个栏目之后呢 怎么样啊 解禁它 会有禁止的列表 会有禁止的列表 然后你要解禁哪一个 直接解禁就可以了 那么 再看下面 封锁 解锁帖子的回复 比如说这个帖子是比较敏感的 你点一下它的时候 你不能 你不能回复 就说这个不出现 或者这个出现也行 它点提交的时候告诉你 磁帖已经被锁定 这边呢 最好再来个字叫锁 就和这边是一样的 再来个锁 对不对 锁住了 锁住了 人家就不可以回帖了 不可以回帖了 当然也可以解锁 对吧 帖子搜索功能 模糊查找 我们在这边呢 可以再做个查找 输入相应的关键字 点击搜索的时候 能把相应的给显示出来 但还要注意分页的问题 那么会员搜索功能 模糊和精确查找 好 那么为什么要精确查找呢 这个帖子是不能实现精确的 一定要一模一样才可以 对吧 那么博友呢是可以精确的 比如说天天啊 什么尼克罗宾是可以精确查找 但也可以模糊查找 那注意分页的问题 个人中心的相册功能 我这边相册是没有做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基本上全部做了 删除 对吧 修改都做了 那你们如果是你发的 这个上传的图片 你可以把你的列出来 然后做一些相应的操作 这样就可以了 好 给会员留言功能 点击博友 发信息家为好友给他送花 我们都做了 这边缺少一个写留言 写留言呢就是点击写留言 可以查看到这个人的信息 可以对这个人进行留言 他和发消息是不一样的 发消息他必须从后台去 个人中心去看他的消息 对吧 去看他的消息 而写留言呢 是你点击写留言 进入一张页面 别人的留言 我也可以看到 别人给他的留言 我也可以看到 当然别人如果给他发 悄悄话的话 只能是他自己可以看到了 当然他也有删除修改的功能 好 那么就这么多 对吧 好 这么多完成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那么其他的功能 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一些大论坛 可以去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把最后的完成的数据库 复制给他 给大家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例子呢 我们就全部做完了 把这个导出一下 我把它放到 最后一个版本的这个上面去 好 行 可以了 OK 那么这个例子我们就全部讲完了 这就是第一季的 第一季的课程 我们就全部讲完了 好 学完了第一季之后呢 我们 要掌握了这些 这些基本的BS架构的一些用法 对吧 然后我们进入第二季的内容 就是面向对象 好 我们全部结束了 第一季 那么最后呢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是由北风网爱北风.com 朴城web俱乐部 yc60.com 联合提供 本次的主要是李延辉 我的邮件 yc60.com gmail.com 我的博客 hi 百度.com 李延辉 谢谢大家 再见